大家好 歡迎收看104財經科專題演習 我是Gavin 廣長藝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市況 看回內地5月份的經濟數據 依然是差過預期 人民幣進一步走弱 接連好幾天再刷新半年低位 港股計昨天輕微反彈44點 今天再到走弱 更加一度大跌超過500點 看回五窮月 整個月這樣算 恆指跌了超過8% 已經連跌了第二個月 另外看回今早恆指低開180點 報18415點 但同樣已經做了今天的高位 內地公佈5月的製造業 PMI數據差過預期後 大市的沽壓急速加劇 午後後跌穿早上的低位 最多跌550點 今天最低位是18,044點 僅僅守得住18,000的關口 但已經算是去年11月29日以來 最低位 美市時跌幅稍微收窄 最後恆生指數收報18,234點 跌了361點 國指收報6,163點 跌120點 科指跌2% 收報3,626點 今天是因為MSCI的指數 收市後換碼 全日大肆成交急增到1,709億 總結整個5月份 恆指累計跌了1,660點 兩個月加起來跌了2,165點 跌幅超過10% 今天最好表現的藍籌股 中芯 升了1.9% 已經是一個最好的表現 但最差的是857中石油 包尾的藍籌股份 今天全日只有6隻藍籌股 錄得一個升幅 整個月這樣計算 整個5月份 龍湖集團960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 跌了接近3成 29.5% 現在市況股 已經非常差 但其實部份的 科網股依然會繼續出業績 就是Bilibi 明天就會出業績 現在市場上也有不少預期 包括明天業績的預期 暫時來看 Bilibi 2023年第一季度的營業收入 預期大概是51億元人民幣 另外經調整後的正虧損 是11.44億元人民幣 即是說每股虧損大概是3.5毫 一仙半 近期 TOTAL總共有32位分析師 給了一個買入的評級 Bilibili 平均目標價大概是210元左右 看看Bilibili 上年第四季度的業績 財報顯示第四季度營收61億 同比增長6% 正虧損15億元 同比收窄了29% 經調整後正虧損13億元 也就是看剛才他們第一季度的預測 顯示其實他們有信心 相信Bilibili的虧損 是能夠進一步收窄得到 他們的董事長兼CEO 亦都說 第四季度他們實現了日均活躍用戶的高速增長 同時務利率進一步提升到兩成左右 在一個這麼好的預期之下 其實大體回我們之前都說過美團 或者其他譬如京東那些股份都提及過 他們的業績其實全部都不差 只不過業績好,股價反映不得出來 那究竟Bilibili能不能脫榮移出呢? 在踏入6月後公佈的業績 會不會氣氛上或者勢頭和之前的科網股 有改變呢? 但是值得要留意的就是他們Bilibili 同樣都是說一些影像 競爭對手,例如快手 在這些行業當中 其實全部都叫做 競爭者當中都相當激烈 而他們的業績表現得好 先不說股價方面 當他的競爭對手都表現得這麼好的時候 他自己就能不能夠叫做 還有一些承接呢? 剛才我們說說Bilibili只不過是虧損收窄 但譬如其他對手 甚至乎已經是有扭規為營的情況出現 Bilibili大家會不會開始在想 其他人都可以叫做有個盈利的時候 你還是要只不過是虧損收窄 會不會在這裡對他打一個折扣呢? 另外ERB站主要業務是移動遊戲、增值服務、廣告、電商和其他 增值服務和廣告是Bilibili的增長主要動力來源 Q1第一季預計品牌廣告仍然處於一個恢復期 廣告的增長主要驅動力是效果廣告 主要受益在遊戲品類的投放方面 效果廣告 2023年第一季的訊息流廣告行業 整體再投的應用 即不包括遊戲APP 數目達到了7587款應用數 同比增長了10.54% 即是一成多跌 其中遊戲品類的投放領跑了所有種類 遊戲廣告佔比達到1.8% 同比提升了5.2% 從整年來計算 有大行表示由於宏觀經濟依然處於疲弱的狀態 Bilibili的廣告主要驅動力依然是效果廣告 亦都即是說他們未能將廣告的種類擴闊 依然都集中在效果廣告那裏 如果明天的業績出來顯示 在效果廣告方面 他們的收入未能夠符合預期的話 或者都表現得只是僅僅符合預期 我想市場都未必會投他信心的一票 結果都是說回現在股市方面 這麼不穩定 風險這麼大的時候 如果投資股份方面 我想都要選一些 可能已經有盈利的股份 才叫做相對頂得住 現在這麼殘酷的市場 Bilibili這一類的科網股 或者是虧損的股份 依然都要等待外圍的市場配合 股民或者投資者才會對他投一個信心的一票 好 今天的分享才到此 明天再見 拜拜